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游风的入门认识篇 今天所教导的机械零件跟前几个单元有点类似 就是O型环的认识篇 这里他们的元件都是一个防漏的机制 像是防漏油、防漏水或是防漏气 今天所教导的游风是更广泛的运用在机械零件里面 这里我们就是以入门的角度来看 我们该怎么去选用游风 以及说游风是怎么样的一个元件 以及说游风运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样的功效 今天就是以这样的角度带大家入门来认识它 首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游风的一个形式 那这里其实游风它的种类是非常众多的 那今天就是挑几个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 来带大家给认识一下 像是SCTC或是VC的 那这里它的差异在于说 它里面内部有一些元件呢 有一些是没有的 像是VC这里呢 它是没有弹簧的 像这里是弹簧 它也没有外部刮沙的部分 像这里SC它也没有外部刮沙的部分 那这里呢 最主要游风大致上会有几个形式 那这里有一个更放大的图示 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最主要游风它一定会有一个装配的外径 以及它的密封的唇部 那装配外径呢 就是我们的孔 那密封的唇部就是我们的肘 最主要就是孔与肘的装配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游风 那不一定每一个游风它都有使用弹簧 那有时候弹簧的用意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游风用久之后 它这边会松弛 那松弛之后呢 我们可以靠弹簧再把这个地方 给它更密合 所以它的使用的寿命会更长 那一般游风是这样子的 它的内部是有金属的架构 然后外部在包覆橡胶 所以游风其实它的装配的外径 或是密封唇部这边 还是有一点软性的 那当然这边的橡胶的材质 或是游风外部包覆的材质呢 是种类也是相当多的 我们就看各位的使用环境来做选择 那再来呢 部分的游风它会有一个保护唇部 这个地方呢 是用来做挡沙刮沙用的 因为有一些游风会用在直线轴层类的 那直线轴层在做往复运动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是在做刮沙的动作 那这里我们的游风要注意它安装的方向 我们来看这样子的话 这里呢就是我们外部的环境 所以外部这边有一些外来物或是有水的话 我们透过游风这一个零件呢 我们可以把这里水啊 或是外部的一些元件挡在外面 所以元件内部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保护的 或者是我们的油呢 是放在里面不要让它泄露出去的 或是里面呢我们的元件呢 是不可以沾到水的 那像这样子 游风就是一个保护的方式 以及把这个油呢 密封在假设是齿轮箱里面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边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等一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游风该怎么就安装了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游风的安装方式 那这里呢大致上来 做一个示意图 那游风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游风它的安装方向 如果呢你的安装方向是相反过来的话 那你的安装的游风就没有作用 它的水啊或是油可能会泄露出去 或是水会跑进去 所以我们在做游风的设计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是安装方向 我们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时候 这边就是我们外部的环境 里面这里就是内部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假设这样的方向的话 这个方向这个地方保护的存部是在这里 所以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方向都要相反过来 然后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它有一个外境的地方以及内境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假设这个是齿轮箱 或是一个轴 那这里呢我们是需要固定的地方呢 就是固定在我们的外境的地方 不用坐到里面来 所以坐到这边就OK了 所以这样子安装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轴 一个轴呢会在这个保护存部的地方穿过去 那一般我们在穿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紧 有一点紧的话这样子才有密封的功效 那通常我们在安装游风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边呢都会涂一些润滑油 让我们的游风呢 寿命会更长一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走呢 是会做旋转的 有时候会做往复的运动的 那这边我们就是要依照我们的 运动的方式呢 来选用合适的游风 游风它还是有分一些种类的 那等一下后面的章节有提到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最主要我们要注意的是 假设这样的话 假设我们里面呢是有轴承的 那我们可能在这里呢 会做一个注油的动作 那我们游注进去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游风的话呢 它的油就会泄漏出去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比较常看到是什么呢 等一下后面也会来介绍一下 我们游风会运用在哪里 那这样子 我们如果做到这样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的油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被封住 以及说你不希望外来的水 或是外来的一些干扰的物会跑进去的话 我们用这种方式也可以把它挡住的 那再来介绍另外一种 像是有弹簧的 那有弹簧的话呢 它就是把这里呢把它撅住 所以这边外部还有一个挡杀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外来物 有时候这里如果是做往復运动的话 它就会把外来物刮到外面来 这里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什么 是直线轴承 直线轴承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新轴的两侧 都有黑黑的一些物质 就是我们在直线轴承的时候 它会有两侧会有刮沙的油风 所以会把一些脏污刮在新轴两侧 所以内部呢 会保持的滚珠里面的一个干净 以及润滑的功效 最主要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样要注意它的安装方向 一样这个保护唇部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你安装反了的话呢 它的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一样它是以外径来做固定 那固定完之后呢 一般我们在油风的安装呢 通常是压配 那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紧 有时候我们再压进去 因为它是通常都是橡胶 所以有一点软性弹性的 所以压进去不会脱落就OK了 那这边呢让各位去参考一下咯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油风的运用场合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 可能会看到油风呢 以及说它是运用在哪一些地方 像是马达类的零件 马达类呢我们很常会看到油风 那油风呢我们会看到在哪里呢 就是在新轴的地方 像有一些步进马达 或是四伏马达呢 它在新轴的地方就会做油风 那这样子呢 一般这样的马达就可以做到 防水 它的防护等级可能是IP65等等的 这类的 所以它是用来做一个防护的 那还有什么呢 像是我们 日常见的交通工具 像是汽车 机车 我们在引擎里面呢 或是一些元件呢 也会看到油风的 那这里最主要就是把 油呢封在齿轮箱里面 让它油不会泄露出来 那当然有些时候呢 我们使用久之后油风会老化 老化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更换它 所以你有时候可能会听到说 可能 引擎有漏油 或齿轮箱有漏油 那有可能就是 油风的地方 老化了 所以要做更换 像是还有哪里呢 像是轴层类 也很常会看到油风 那像是什么呢 我们最常看到的是 六开头的 滚珠轴层 那这类的呢 一般如果是有油风的话呢 它就是做在两侧 那它最主要呢 就是把滚珠里面的油呢封住 一来呢 我们是防尘 二来呢 它也是防油会漏出来 所以它滚珠呢 在里面可以去做滚动 那里面本来就有润滑油 所以它使用的说命会比较高 那另外像是什么 像是直线轴层 直线轴层呢 它两边会有带刮砂的油风 那一来呢 它会在滚珠里面呢 会有油风沙里面 二来外面的刮砂油风呢 它会把漏污刮在新轴两侧 所以直线轴层 在做往复直线运动的时候呢 新轴的两侧 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漏污 那这个地方 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哪里 像3DDNC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3DDNC呢 其实它就是直线轴层 它两侧呢 就是有刮砂的油风 所以油风就运用在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像还有什么 我们有时候会运用到一些轴层 那这些轴层它是没有自带油风的 像是什么 像是斜角滚住轴层 它就是没有油风的 或者是锥形滚住轴层 它也是没有油风 但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它必须要抹上油 那抹油之后呢 你如果没有油风呢 它用久之后 油就会泄漏掉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运用油风的设计呢 另外做一个设计 然后把这个油呢 封在里面 所以我们轴层呢 它如果在做高速的旋转 或者是说它在作动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油风 把油风在里面 让它做一个润滑的话 那我们轴层的使用寿命会更高的 那基本上会运用在这种地方 那这边让各位去参考一下 接下来呢 各位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如果要使用油风的设计的时候 该怎么去选用它呢 那今天呢 因为是入门的方式 所以就没有介绍的太健身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要选用油风的时候 该怎么去选用呢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使用的场合 像是如果你用的地方呢 是固定式的 它只是单纯的固定住 要把油风封住的话 或者是说你的里面是一个新轴 新轴会做高速旋转 或是会做旋转 或者是说新轴呢 是往复直线运动 还是说你的油风呢 是只是把油挡住 或者是只是要挡水用的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我们运用的地方 我们的场合 以及它所搭配的零件呢 是怎么样做动的 然后我们再来选用 合适的油风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选用呢 我们可以询问油风的供应商 那我们把我们的需求呢 跟它做讨论 那它就会给你建议的材质 以及什么样的形式 那再来呢我们就要看我们设计的时候 尺寸 有时候你的孔跟轴呢 到底是多大的 它相对应会有很多尺寸可以去做选择 那我们就去选用 第一个我们选用什么形式 再来呢什么材质 最后我们来选用合适的尺寸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油风 直接拿来做设计的 那这边呢先给各位参考一下咯 最后呢来总结一下 油风的入门认识篇 那其实油风可能 各位可能不常看到它 那其实生活中呢是很常用到它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像是我们的交通工具的汽机车 像是引擎啊或是齿輪箱里面 都有可能有油风 所以油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零件 如果没有油风的话 我们的齿輪箱啊或是引擎会漏油 那漏油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 那像是轴层 很多地方也是用油风 因为它有润滑油的地方 所以必须要用油风来辅助它 那像是我们在 使用的场合呢我们要 考虑一下是不是有高温高辅质性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选用 适合的材质 不然你如果没有选用适合材质 你可能你的油风呢很快就老化就损毁了 那这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那我们在选用油风的时候呢 其实油风的种类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说 我们在使用的环境呢 是走是怎么移动的 或者是说你使用的环境呢 是不是它是做一个高速的旋转 或是往复直线运动等等的 我们知道之后呢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 选用合适的油风呢 会对的设计是比较帮助的 另外油风的设计呢 其实油风它就是一个 规格屏 我们可以想像像是在选用螺丝一样 所以我们的设计呢 都是我们来去辅助它 像是我们找到了一个 比较接近我们设计的尺寸 然后呢来做修改设计 这样子的方式呢 来去做有风的设计的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了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